从特朗普到拜登,美国政府及高官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,究其原因在于接受不了中国的和平崛起,想把中国塑造成一个邪恶的形象,然而美国对中国的诋毁和污蔑完全是站不住脚的,就连美国学者都无法接受美国政府的这种欺诈式宣传。 据《环球网》报道,近日美国学者迈克尔·斯温近日在《外交政策》杂志上撰写文章,就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种种夸大宣传,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斯温在文章中强调,中国不是美国的生存威胁,并且对中国采取遏制立场,对美国利益是极为不利的。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,斯温列举了两个方面的例子,首先从军事上来看,斯温认为中国的确是军事大国,但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,其核武库远不如美俄庞大,除非自己被摧毁,否则也无法摧毁美国。 而在非军事领域,斯温认为美国现在仍拥有着丰富的能源、人力、技术和巨大财富,对中国仍是有优势的,中国公司也的确在参与关键领域的标准制定,但这一过程在全球是高度竞争的, 终其无法主导。斯温最后强调,美国面临的挑战不是所谓的中国威胁,美国应该建立基于事实的全面理解,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。 总的来说,这篇文章的描述相对客观,所谓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纯粹是无稽之谈,不过这种观点是不会被一些美国政客所接受的。 现如今,反华已经成了美国两党的共识,说到底是因为美国在全世界横行霸道惯了。 即便中国已经再三强调,我们不会称霸,美国还是接受不了中国的和平崛起,因为美方认定这会威胁到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。 不过,中国人民爱好和平,但是也不会接受美国作威作福,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。 太平洋很广阔,足够融得下中美两国。如果美国愿意放下成见,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,中国是愿意和美国政府进行平等的交流的。 但是如果美国坚持要从实力地位出发,同中国对话,一再渲染中国威胁论,处处针对中国,那么中国人是不会吃这一套的。 中国有决心,也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。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大事,这是美国无法阻止的。